终于看从小被丢到农村放养的女孩 如今被家族召回城里 还被迫男扮女装 结果被小时候指妇为婚的野蛮郡主 逼迫退婚 郡主怒骂苍宇 如今地位不配娶她 苍宇拿出当年父母指妇为婚的信物 不懈地丢在地上我苍宇放弃婚约 自己未来的妻子 也不能是那等败高采低的货色 见苍宇如此羞辱自己郡主 恼羞成怒 上前就想删她 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苍宇拦下 毫不客气把她甩开 野蛮的郡主却大喊着 苍宇你敢还手 我要杀了你 苍宇讽刺说 想杀我怕是男了 真是造化弄人苍宇刚退完郡主的婚约 刚回府里 又被苍国公告知 让她参选公主则序 苍宇很是震惊 虽然自己刚回京城 但也听闻不少定国公主的名声 定国公主是当今皇上最娇宠的妹妹 性情娇纵 喜好动物 传闻客服凡是他定下的驸马 都突然暴毙 苍宇反驳着 怪不得我刚退完郡主婚约 这么大动静 国公爷不作声 原来在这等我 不愿将嫡系子弟往火坑推 便把注意打我头上 苍国公怒骂你名在祖谱 便要为苍家效力 此事由不得你 老老实实给我参加选序仪式 苍宇不给她好脸色 转身就走 暗想着 我绝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走在路上的苍宇 吐槽着 走了一个郡主 来了一个公主 明月担心地说 这可怎么办 毕竟公子是女子 怎可娶妻 苍宇悠哉地说 选序或许还有转机 下一秒 她就被身后的苍宇 你的死妻 到了的声音吓一跳 原来是娇横的郡主 一声令下 给本郡主好好教训她 收到命令的侍卫 骑刷刷地甩出暗器 苍宇不懈地嘲笑 真是阴魂不散 明月则是麻溜地躲在旁边 只见她一跃而起 轻松地躲开了飞镖 好巧不巧 飞镖直冲迎面来的马车 不想牵连旁人的苍宇暗叫不好 马儿也受到了 惊吓在街上疯狂乱窜 苍宇一气呵成地跃在马背上 控制着马儿让她停下 眼看马车要倒下了 她又一跃而下 用力抵住马车 路人都一顿猛夸 真是英雄啊 就在她吐槽剧组可没说要干苦力 下一秒 一直四十三马的大脚 就踩在她肩膀上 苍宇无语地转头看 到底是谁这么拽 只见车厢内出来一名身穿白衣 身材高挑 手里还拿着皮鞭的姑娘 隔着面纱都可以感觉到 她的美是多么的醒目而特别 还有那看了让人忘不了的眼蒙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便要将她的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当苍宇还在卖力地 抬着马车的时候 拿着皮鞭的公主殿下 去盛气凌人地看着众人 二话不说 就把皮鞭狠狠地 向郡主甩了出去 鞭子毫不留情地抽在了郡主 那花容月貌的脸上 痛得她发出惨叫 公主冷漠地呵斥郡主 当街闹事 与庶民同队 理应当罚 说完 公主便收回手中的皮鞭 恰好那沾满 血迹的皮鞭 滑落在台马车的苍宇脸上 吓得她只打哆嗦 暗想郡主 都被打得皮开肉绽 这就是不能亵渎真正的黄权吗 美艳冷酷 还高高在上 今天碰到硬查了 感觉到被偷瞄的公主 开始助力起一旁的苍宇 却对上了 苍宇那花痴的 眼神公主 双眼上的好美 她害怕地错开眼神 虽然很美 但是很凶 无论如何 都要想办法 逃离择序 无福销售不过 公主殿下的脚丫子 也推大了点吧 下一秒 黄承司照过 禀报着殿下奴才救驾来迟 奴才也安排新马车 来接您回宫 委屈殿下 在飞云阁休息一会 默不作声的公主临走时 还不忘看一眼发愣的苍宇 心中也记住了此人 见公主离去苍宇 才敢自由行动 总感觉殿下有点不对劲 突然身后 想起熟悉的声音 定睛一看才知 白人是肖家世子肖无心 一年前 我鸭镖遇到打劫 幸好肖大哥出手相救 后来聊得头缘就结拜兄弟 他惊叹 阿宇你怎么会出现在京城 还有你这笔血怎么回事 苍宇尴尬地擦了擦脸 这说来话长 一住相后 他便把来龙去脉 和肖无心说了一遍 也请肖世子帮帮小弟 肖无心愧疚地说 我不是刻意隐瞒身份 其实是怕不方便 从此以后 你我兄弟间 无需隐瞒苍宇尴尴尬地笑着 还是要隐瞒自己女儿生的事 苍宇恳求地说 自己搞不准候选驸马的情报 还请大哥帮忙 没想到他一口答应苍宇抱全 感谢肖大哥 我先回去有消息联系我 带人走后 肖无心感慨着我这小弟 还是身藏不落 突然出现的暗卫提醒着世子 您当真要帮苍家二少 只怕会得罪苍家 苍宇在苍家死也了无所谓 但我这异地一贯机灵 对我要彻查的事情大有注意 自然要站他这边 夜里回到宫内的公主 漫不经心地卸下装备 谁能想到 这美若天仙性情傲纵的公主殿下 原来是男儿身 明明是男人躯体 却要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被迫隐藏在这女人的衣袍下 看着镜中的自己公主 讽刺地冷笑一声 便用力地震碎了镜子 这一轮的选妇马 倒是有点意思 他聊起秀发 露出阴冷的眼神 不知这又有几家富贵子弟 要办丧事 真让人期待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夜里苍定风粗鲁地 踹开苍羽房门怒骂着 你居然敢让郡主蒙兽如此大辱 本世子不会让你好过的 苍羽冷漠的说多亏了我 你们狗男女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世子不但不敢谢 还冲我撒气啊 我明白了 也许是没办法 让我好看 所以只能撒泼了吧 苍定风瞬间被气得咬牙切齿 你给我等着 等苍定风走后 明月催促着公子 我伺候你休息吧 谁承想刚卸妆完 明月就两眼放光一顿 猛夸小姐你长得太美了 如果出生在正常人家 光靠脸就可以活下去 也不用那么辛苦 听到这苍羽 可不想过成他阿娘那样 处处受限制的生活 自己可不甘心过这种日子 突然他感觉到一股杀气 就用力把手里的茶杯甩了出去 正好砸中了房顶放迷药的人 他迅速地挽起头发 以免身份暴露 然后一跃而起 跳上了房顶 是何人敢夜闯过功夫 就看见眼前 站着三名蒙面黑衣人 一个个都面露杀气 苍羽暗叫不好 他们身上的气息很难察觉 只有绝顶高手 才能隐藏内息 只见为首蒙面人秒赞着 不愧是浴室 敌出后人自容与身手 都是一等一的 苍羽故作淡定地说 遇事后人这世上 哪还有遇事 敌出后人小爷姓苍 蒙面人讽刺着 御夫人唯一的儿子 就这般美种啊 苍羽开得紧张了起来 这蒙面人的眼睛 好像哪里见过 随后 他又玩味地 顶起跨条性地说 有没有中年要亲自试试体验完 记得五星好评 这话直接把蒙面人 惹恼一声令下杀了他 苍羽撇着后院 晒的衣物 就说 那小爷就陪你玩玩 转身就喊着 不得了啦 府里净采花贼偷杜兜兜了 还不忘甩出手里的皮鞭 直接把梁在院里的杜兜 甩到紧跟在后的黑衣人方向 没一会 三人就被突如其来的杜兜给洗礼了 气得黑衣人咬牙切齿地说 苍羽 你真无耻 马上院内就传来护卫的声音 黑衣人见此 招呼着手下撤退 苍羽还不依不饶地口嗨 这就要求走了 小爷爷还没玩够呢 黑衣人那阴冷的眼神 直瞪着他 他内心马上认怂 我就装个逼 你可别当真啊 黑衣人恶狠狠地说 苍羽本座记住你了 转身就消失了 看着消失的三人苍羽 都还没有明白 他们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首的那个人 让我感觉有点熟悉 回到宫底公主就摘下眼罩 身后的侍卫风鸣 美好气地说着 殿下苍羽那小畜生 如屋里真该死 一旁的云形 也愤恨地吐槽 那混账还敢对殿下 做出那恶心的顶跨动作 绝对是好色之徒 公主冷笑着他 如果是好色之徒 那倒也好解决 七日后宫里 会举办赏花宴 所有驸马候选人 都要参加到时 安排苍羽做得离本宫近一点 就有好戏看了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黄泉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夜里苍定风粗鲁地 踹开苍羽房门怒骂着 你居然敢让郡主蒙兽如此大辱 本柿子不会让你好过的 苍羽冷漠的书多亏了我 你们狗男女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柿子不但不敢谢 还冲我撒气啊 我明白了 也许是没办法 让我好看 所以只能撒泼了吧 苍定风瞬间被气得咬牙切齿 你给我等着 等苍定风走后 明月催促着公子 我伺候你休息吧 谁承想刚卸妆完 明月就两眼放光一顿 猛夸小姐你长得太美了 如果出生在正常人家 光靠脸就可以活下去 也不用那么辛苦 听到这苍羽 可不想过成他阿娘那样 处处受限制的生活 自己可不甘心过这种日子 突然他感觉到一股杀气 就用力把手里的茶杯甩了出去 正好砸中了房顶放迷药的人 他迅速地挽起头发 以免身份暴露 然后一跃而起 跳上了房顶 是何人敢夜闯过功夫 就看见眼前 站着三名蒙面黑衣人 一个个都面露杀气 苍羽暗叫不好 他们身上的气息很难察觉 只有绝顶高手 才能隐藏内心 只见为首蒙面人秒赞着 不愧是御事 敌出后人自容与身手 都是一等一的 苍羽故作淡定地说 御事后人这世上 哪还有御事 敌出后人小爷姓苍 蒙面人讽刺着 御夫人唯一的儿子 就这般没种啊 苍羽开得紧张了起来 这蒙面人的眼睛 好像哪里见过 随后 他又玩味地 顶起跨条性地说 有没有中 你要亲自试试体验完 记得五星好评 这话直接把蒙面人 惹恼一声令下杀了他 苍羽撇着后院 晒得衣物 就说 那小爷就陪你玩玩 转身就喊着 不得了啦 府里竟采花贼偷杜兜兜了 还不忘甩出手里的皮鞭 直接把梁在院里的杜兜 甩到紧跟在后的黑衣人方向 没一会 三人就被突如其来的杜兜 给洗礼了 气得黑衣人咬牙切齿地说 苍羽 你真无耻 马上院内就传来护卫的声音 黑衣人见此 招呼着手下撤退 苍羽还不依不饶地口嗨 这就要求走了 小爷爷还没玩够呢 黑衣人那阴冷的眼神 直瞪着他 他内心马上认怂 我就装个逼 你可别当真啊 黑衣人恶狠狠地说 苍羽本座记住你了 转身就消失了 看着消失的三人苍羽 都还没有明白 他们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首的那个人 让我感觉有点熟悉 回到宫底公主就摘下眼罩 身后的侍卫风鸣 美好气地说着 殿下苍羽那小畜生 如屋里真该死 一旁的云形 也愤恨地吐槽 那混账还敢对殿下 做出那恶心的顶夸动作 绝对是好色之徒 公主冷笑着他 如果是好色之徒 那倒也好解决 七日后宫里会举办赏花宴 所有驸马候选人 都要参加到时 安排苍羽坐得离本宫近一点 就有好戏看了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隔天早上明月 就询问着公子 真的要去赏花宴吗 苍羽无奈地说着 这是太后的帖子 主要是借赏花宴 让公主见一见 各位驸马候选人 刚出房门 苍羽就瞥见苍令峰 躲在角落盯着自己 隔着大老远 都感受到他的怨气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他到底 想出什么办法对付我 毕竟我死了他 就得填后选驸马的坑 殿下今日赏花宴 您为何还来茶楼 公主不满地瞥了他一眼 他立马解释着 奴才不该过问的事 是奴才失言了 突然公主 就被茶楼下的吵杂声 吸引了注意力 只见茶楼下几名街霸 对着一小女孩 抽打着怒骂着还敢跑 小姑娘见苍羽路过 马上可怜巴巴求助 公主我是茶楼里卖唱的 他们想将我掳走 公主不救我 会被他们打死的 苍羽无奈 这才第四话 就遇到这强武民女窜出来 等人跳坑 原来傻的是我 他拉起小姑娘 把她护在身后 虽然不知各位什么身份 但他弄坏了小爷的衣袍 总得要报官的 目睹这一切的公主暗想 倒是聪明知道 附近有黄城司 把事情闹大 再让官家出手 一旁的侍卫询问着殿下 那奴才要不要出手 只见他淡定地喝着茶 不急再看看 突然出现的沐王讽刺着 原来是名满京城的苍二公子 英雄救美 都就到本王 逃奴身上来 你也喜欢青色丫头 本王那妹妹知道 可不会高兴 苍宇思考着沐王 这纵于过度的空虚皮囊 先皇的第一个皇子生命 误服了 原本下给先皇的毒药早产而亡 沐王又因为毒物不能生育 无法竞争皇位 对他格外放纵 因此沐王性情荒淫无济为祸 一方 公主殿下是云端上的贵人那天 是我太不小心冲撞殿下 沐王直接无视他的 说字苍二公子何须狡辩 既然喜欢当英雄 今日又是本王妹妹 邀各位贵子参加赏花宴的好日子本王 当然要为你好名声添砖加瓦 乐人就由本王来当了成全沐二公子英雄美 如果我是因为其他原因翻车了 那沐宇家还得往驸马这火坑里填人 但我折在皇室手中 皇上便摸不开脸 问沐家要人一十二秒 如果是沐定风设计的那真是好手段 侍卫提醒的殿下沐王 似乎是动真格的了刀剑无眼 您要不要回避 公主讽刺着 凭他也配 要是连沐王也对付不了 那就是本宫高看他 本宫倒要看看 沐宇这种情况下 你该如何应对呢 沐宇把小姑娘捧进马车内 便说沐王殿下 不知我如何得罪了您 沐王只是阴险地回应 本王只是在帮妹妹考察夫婿人选 还没等沐宇说些什么齐刷刷的利剑 就飞向了他 沐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好在避开了所有利器 暗骂皇族 真是不把人当命 他当机立断 折断了手里的剑 迅速地冲出了重围 今天自己就算死 也要拉上这狗东西垫背 只是瞬间 沐宇就擒住了沐王 吓得他直冒冷汗 沐王我这手擒贼仙擒王 您可满意是否符合您 考察妹婿的要求 眼看脖子 被沐宇的利器给刺出血 他就开始语无伦次地 谩骂起来 沐宇抬眼看着不远处的公主 被暗示着 看了一场戏 都闹成这样了 您还不出手 公主被他这有勇有谋 给震惊了 不但发现了本宫 还想利用本宫来收拾残局 本宫的这位候选驸马爷 可真嘎啊 那便如他所愿了 你敢相信 这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他被迫将男儿身影 藏在女人的衣袍下赏花宴 当天被男扮女装的沐宇 暗在水里啃 还差点暴露了身份 沐儿公子太后娘娘身体不适 今天由梁太师 助持奴才带公子过去 多谢公公带路 不管怎么样 今日这份恩情算欠下了 没走一回苍宇 就听见身后的肖无心喊着阿宇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苍宇一脸尴尬 看来自己和沐王的事情 冲上热搜了 一旁的公子哥 好奇地问 吴欣这位公子是何人 吴欣热情地介绍着 这位是沐府的敌幼子沐晴 也是驸马候选人沐公子 这是我结拜兄弟沐家二公子沐 眼看此人正是沐宇沐晴 一下子就心花怒放 想与他交朋友 沐宇很是纳闷他这等身份 为什么想和自己交好 看出他疑惑的无心解释着 沐晴很崇拜武艺高强江湖游侠 知道你就过公主 就特别想认识 既然如此 兄长不参选驸马 也不可能留在此赏花宴上 就让这小子跟我做伴吧 一个时辰后 玉星楼内侍卫恭敬地说着 殿下玉星楼工人已撤走 请您静心休息 属下去备些茶水点心 等侍卫走开后 公主默默地摘下了面纱 当他正准备脱下外伤休息的时候 就感觉到 有生人的气息 暗骂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使出内力 迅速地朝屏风外挥了出去 眼看屏风都被劈得四分五裂 站在屏风外的人 还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 公主继续使出内力 向那人挥去 只见那人 东倒西歪的完美避开了公主的攻击后 又倒在地上 公主一脸纳闷 算准了 他会闪避攻击了反向 没想到他居然用这种姿势闪躲 正好获了我的杀招 公主缓缓靠近这不省人事的家伙 倒是想看看 谁这么大胆 公主用最高礼仪 把他踢翻了过来 原来是野狐狸苍狱 没想到那么鸡贼的他 也会翻车 还不是照样掉进别人坑里 看样子 是中了情毒公主 正想幻云醒进来的时候 被苍狱一把底抓住了手腕 傲娇公主一下子来了 一气低声说着放手 没想到苍狱抱着大肚 就顺着爬 还嘟囔着你不许走 脸上时不时露出痴汗的表情 嘴里还挂着哈喇子 公主一脸嫌弃地推着他 你快给我放手下一秒 两人磕磕绊绊踩空掉进了湖里 湖水瞬间将两人的衣服打湿了 露出完美身材的曲线 头一次遇到这事的公主 不知所措地羞红了脸 苍狱还一脸渴望地地说着你 不许走下一秒 那不安分的手 就开始抚摸起了公主那结实的胸膛 公主被他这波操作弄得很是迷 甚至忘了推开压着自己的苍狱 脑子里还想着 这家伙是活腻了 你敢相信 这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他被迫将男儿身影藏在女人的衣袍下赏花宴 当天被男扮女装的苍狱 暗在水里啃 还差点暴露了身份 苍二公子太后娘娘身体不适 今天由梁太师住持奴才带公子过去 多谢公公带路 不管怎么样 今日这份恩情算欠下了 没走一会苍狱 就听见身后的萧无心喊着阿语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苍狱一脸尴尬 看来自己和沐王的事情 冲上热搜了 一旁的公子哥 好奇地问 无心这位公子是何人 无心热情地介绍着 这位是幕府的嫡幼子穆琴 也是驸马候选人穆公子 这是我结拜兄弟苍家二公子苍 眼看此人正是苍狱穆琴 一下子就心花怒放 想与他交朋友 苍狱很是纳闷他这等身份 为什么想和自己交好 看出他疑惑的无心解释着 穆琴很崇拜武艺高强江湖游侠 知道你就过公主 就特别想认识 既然如此 兄长不参选驸马 也不可能留在此赏花宴上 就让这小子跟我做伴吧 一个时辰后 玉星楼内侍卫恭敬地说着 殿下玉星楼工人已撤走 请您静心休息 属下去被些茶水点心 等侍卫走开后 公主默默地摘下了面纱 当他正准备脱下外伤休息的时候 就感觉到 有生人的气息 暗骂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使出内力 迅速地朝屏风外挥了出去 眼看屏风都被劈得四分五裂 站在屏风外的人 还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 公主继续使出内力 向那人挥去 只见那人 东倒西歪的完美避开的 公主的攻击后 又倒在地上 公主一脸纳闷 算准了 她会闪避攻击了反应 没想到 她居然用这种姿势闪躲 正好破了我的杀招 公主缓缓靠近 这不省人事的家伙 倒是想看看 谁这么大胆 公主用最高礼仪 把她踢翻了过来 原来是野狐狸苍宇 没想到那么鸡贼的她 也会翻车 还不是照样掉进别人坑里 看样子 是中了情毒公主 正想幻云醒进来的时候 被苍宇一把给抓住了手腕 傲娇公主一下子来了 一气低声说着放手 没想到苍宇抱着大腿 就顺着爬 还嘟囔着你不许走 脸上时不时露出痴汗的表情 嘴里还挂着哈喇子 公主一脸嫌弃地推着她 你快给我放手下一秒 两人磕磕绊绊踩踩空 掉进了湖里 湖水瞬间将两人的衣服打湿了 露出完美身材的曲线 头一次遇到这事的公主 不知所措地羞红了脸 苍宇还一脸渴望地地说着你 不许走下一秒 那不安分的手 就开始抚摸起了公主 那结实的胸膛 公主被她这波操作 弄得很是迷 甚至忘了推开压着自己的苍宇 脑子里还想着 这家伙是活腻了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抢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啊 被咔油的公主反应过来 就马上阴沉着脸 眼神也逐渐流露出 杀心苍宇 你想死本宫就成全你 等她眼神对视上 压在自己身上 衣衫不整的苍宇后 她的神情都缓和了一些 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再忍忍她是御事家 仅存的后人 现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 随后公主 亲手点了一下苍宇的麻穴 看她安分了不少 便温柔地把她抱起 轻轻跃起 离开了池水里 缓缓落在地面上 看苍宇抱着自己不放公主 就嫌弃地一把拽开 抬眼间又看见苍宇 这楚楚动人的表情 娇滴滴的模样 渴望的眼神 再配上这粉嫩的嘴唇 公主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劲 马上让自己清醒一点 怎么可以对男子心动谁成想 苍宇趁机抚摸着公主的脸 又娇羞地说 仙之娃娃 你真好看 这波操作 可把单身多年的公主 给整迷糊了 开始削红了脸 还嘴硬的 说你闭嘴迷要上头的苍宇 还贴上了公主那性感的胸肌 娇羞地说着 我想亲你怎么办 随后就捧起公主的俊脸 她一脸震惊 正准备开骂 就被苍宇那小嘴给亲上了 谁承想公主 被亲上你 真是奇妙地感觉下一秒 苍宇就越发肆无忌惮地 喷着公主的脖子 敏感处不知所措的公主 嘴上喊着混账放开本宫身体 却诚实得很 迷要上头的苍宇 还不忘安抚着我就啃一口不疼呢 从未接触过这害臊事件的公主 被聊得都忘记自我 说好的难得呢 下一秒云醒 就喊着殿下 我回来了 谁承想 她刚来就看见这两个大男人 双双湿着身子面红耳赤的场景 这一幕 犹如晴天霹雳般 吓得云醒目瞪狗呆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的她 丢下一句 我好像走错片场了 就跑开了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公主 马上拽开苍鱼 把她丢回水里 又傲娇地说 给本宫在水里好好待着吧 没一会 云醒便尴尬地伺候着公主换衣裳 支支吾吾吾地说 殿下衣服换好了 属下给您倒杯热茶片刻后 端着茶水的云醒 看着公主这心不在焉的模样 本室吃惊暗想着 真是活久见从无惑站的殿下 居然在发呆 殿下池子那人 要不要处理掉 就这样泡在水里 也不是个事 听她这么一说 公主气呼呼地说 现在把她捞起来 那这眼狐狸 怕是要被自己身上的玉蛊活活烧死 随后又傲娇地 把药盒丢给云醒吩咐着 把药喂给她吃了 再把人捞起来 云醒很不理解殿下的行为 窃窃地问这事 还没有等她说完 公主羞红脸说这是毒药 她一脸无于属下 这就去心里 忍不住吐槽什么毒药 这明明是殿下 随身携带解百毒的还魂丹 殿下对这苍语 还真不一般 等她靠近池子时才发现 苍语人不见了 公主一脸震惊 什么时候不见的 为什么她没有发现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壁咚抢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说好的难得 那苍语有惊无险地在宫中走着 虽然不知道自己怎么出现在池中 却解了身上的情毒看来 这次真的是 自己大意了 回想着 一个小时前赏花宴上太后 和公主都没露面 由梁太师为主持 气氛虽然压抑 但没出什么乱子 宴会结束后 工人便将驸马候选人等 带回各自相防 在休息的时候 喝下侍女端上来的热茶 没想到茶中 有春要苍语喝完酒 浑身发软 意识模糊 那时亮亮呛呛地 用最后的力气 去找萧大哥求助 没意会他断片了 自己明明去了萧大哥厢房 怎么会在这里 突然萧无心出现在身后 喊着阿语终于找到你了 苍语正想说些什么 就被萧无心阻止了 这里说话不方便进屋说 没意会 两人就进入房内 苍语在屏中内换着衣裳 外面等候的萧无心 情绪开始躁动了起来 这种怪异的感觉 是从阿语中毒后 找他识开始的 想到苍语 当时那面红耳赤 娇嘀嘀嘀的模样 要不是彼此都是男人 萧无心 就差点把持不住了 好不容易他才沉住气 抱起苍语 安抚着兄长会处理好的 浴火烧身的苍语 恳求着兄长 带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看着苍语这副模样 萧无心瞬间感觉自己 是不是疯了 对自己的兄弟 非分之心 换好衣裳的苍语 喊着萧大哥 你怎么了 笑无心甘大地说着 没什么看你样子 情毒已经解了 苍语感激着 多亏了兄长自己 才没落下把柄 他愧疚地说着 本来想陪你泡冷泉 但梁太师召见我 只能把你独自留下 幸好你为谁 苍语疑惑地问着 兄长那处冷泉 是不是会让人产生幻觉 他好奇地说 阿语为什么这么问 我隐约记得 泡水时 好像在啃仙芝娃 啃完了就好了 苍语一股冷战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时候 想起定国公主 真是造孽 可千万不要招惹上公主算了 还是先搞清楚 谁给我下的药吧 目的又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 公主在宫殿内 悠哉地喝着茶 见云醒回来 便问话带道了 他禀报着属下 以告知苍女 速速来见殿下那小子 身体恢复了 云醒呲牙咧嘴地说 他好得很呢 我去的时候 他和萧世子聊得火热 两人看上去关系 极好听到这公主脸上 瞬间暗沉了下去 手里的茶杯 也被他轻而易举地捏碎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壁咚抢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 深说好的难得 那苍鱼有惊无险地 在宫中走着 虽然不知道自己 怎么出现在池中 却解了身上的情毒 看来 这次真的是 自己大意了 回想着 一个小时前赏花宴上太后 和公主都没露面 由梁太师为主持 气氛虽然压抑 但没出什么乱子 宴会结束后 工人便将驸马候选人等 带回各自厢房 在休息的时候 喝下侍女端上来的热茶 没想到茶中 有春药苍鱼喝完就 浑身发软 意识模糊 那时亮亮呛呛地 用最后的力气 去找萧大哥求助 没意会他断片了 自己明明去了萧大哥厢房 怎么会在这里 突然萧无心出现在身后 喊着阿宇终于找到你了 苍宇正想说些什么 就被萧无心阻止了 这里说话不方便进屋说 没意会 两人就进入房内 后的萧无心 情绪开始躁动了起来 这种怪异的感觉 是从阿宇中毒后 找他识开始的 想到苍宇 当时那面红耳赤 焦滴滴的模样 要不是彼此都是男人 萧无心 就差点把持不住了 好不容易他才沉住气 抱起苍宇 安抚着兄长会处理好的 浴火烧身的苍宇 恳求着兄长 带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看着苍宇这副模样 萧无心瞬间感觉自己 是不是疯了 对自己的兄弟非分之想 换好衣裳的苍宇 喊着萧大哥 你怎么了 笑无心尴尬地说着 没什么看你样子 情毒已经解了 苍宇感激着 多亏了兄长自己 才没落下把柄 他愧疚地说着 本来想陪你泡冷泉 但梁太师召见我 只能把你独自留下 幸好你为谁 苍宇疑惑地问着 兄长那处冷泉 是不是会让人产生幻觉 他好奇地说 阿宇为什么这么问 我隐约记得 泡水时 好像在啃仙支娃娃 啃完了就好了 苍宇一股冷战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时候 想起定国公主 真是造孽 可千万不要招惹上公主算了 还是先搞清楚 谁给我下的药吧 目的又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 公主在宫殿内 悠哉地喝着茶 见云醒回来 便问话带到了 他禀报着属下 以告知苍宇 速速来见殿下那小子 身体恢复了 云醒呲牙咧嘴地 说他好得很呢 我去的时候 他和萧世子聊得火热 两人看上去关系 极好听到这公主脸上 瞬间暗沉了下去 手里的茶杯 也被他轻而易举地捏碎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只能夜飞风高时 露出真实身份 夜里苍宇匆匆忙忙赶来御兴楼 拜见定国公主 无视他的公主 却悠哉地喝着手里的茶 看场面一度安静的苍宇慌了心想 难道殿下真的看上我当不满了 一个小时辰前云醒 突然来告知公主殿下有请 苍宇疑惑地问这个时辰 公姑突然找自己是何事 他不爽地瞥了一眼苍宇说 婚事听见这两个字 苍宇直冒冷汗 一个头五个大怕什么来什么 突然公主傲娇的声音 把他拉回 现实你这副温良功减让的 面具现在还继续戴着 不觉得晚 他心中一颤 殿下不是不会武功吗 可我竟然连他是什么时候靠近的都不知道 殿下草名苍宇 不敢造次公主直接无视 他命令着把头抬起来 苍宇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看着眼前的公主殿下 近距离接触才发现 公主居然这么高 而且很有压迫感 又幻想着 两人站在一起的感觉 光看身形我俩人就不合适 公主死亡提问你 不想成为本宫的驸马是吗 成为驸马自然很多好处 但草名不过一介繁复俗 废不上高贵的公主 他聊起苍宇秀发说 那今日有繁复俗子 闯入本宫居所你说 该当何罪 是断手还是断脚吗 公主缓缓靠近苍宇 饶有兴致地问 或者摘了凡复的脑袋可好 苍宇却心不在焉地 闻着公主身上的香味 和那细腻的皮肤 真的好美 又开始幻想着 也不知道公公摸起来 手感会怎么样 只是瞬间苍宇就 立马清醒了 怎么会冒出这种荒唐诡异念头 果然色令之昏 等他瞅见公主的脖梗处时 上面的红印子 怎么瞅得像吻恒的苍宇 瞬间被吓得瘫倒在地 公主尚未出格 却有吻恒 若是被他知道 我发现了这个秘密 够我死几回了 并不知情的公主 一把抓起他的衣领 以为这牙尖嘴壁的野狐狸 终于知道怕了 苍宇慌张地说 殿下凡复俗子 未必是故意闯入邻居所 牛郎还不小心偷窥了天女洗澡 也不是故意的 公主瞬间脸一飞 怎么你还想学牛郎窥视仙女 逼迫仙女下架 苍宇连连解释 草明不敢窥视公主殿下 公主见她 那傻样轻笑着 倘若本宫允许你窥计呢 她瞬间心乱如麻 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真的看上了 看苍宇这吃了屎的反应 公主阴沉着问 怎么你不愿意 被赶鸭子上架的她 只能默默承受着 草明自然愿意 但是突然云醒进来 禀报公主梁太师参见苍宇 瞬间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终于体会到 唐僧掉进谭丝洞 被迫澄清的感受 本一走出外面的公主 又回头说 苍宇本宫记住了 你很愿意成为父母 苍宇气得直跺脚 我说的那么委婉 就是在拒绝你 怎么就不懂成年人法则呢 刚回到厢房内 又听见肖无心担心地 喊着阿宇你回来了怎么样 公主有没有为难你 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找了借口 把梁太师哄去找公主一试了 苍宇一脸堪忧地说 多谢肖大哥 至于公主有没有为难我 如果他说看上我的算吗 听到这几个字 肖无心犹如晴天霹雳公主 居然看上你了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壁咚强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说好的难得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公主 亲口那样说的 肖大哥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公主说的 与你私下聊的 并没有当众宣告 或者事情有转机 别想那么多 我会照看好你的 苍宇纳闷着 原本赏话会都结束了 太后又临时举办了一场宴会 不知有什么目的 还有为什么我回来之后 肖大哥就似乎有心事了般 苍宇只能郁闷地 独自喝着闷酒 一旁木琴的小声地 呼唤着苍公子殿下召见你 还轻定 以为下任驸马也属实吗 苍宇反驳着殿下召见我 但并没有轻定过什么 非翼皇家传出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请木公子谨言慎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 公主选择你了 我希望你好好待他 苍宇调侃你喜欢公主 难怪明知有姓名威胁 也要参选驸马 还有公主殿下身上有吻痕 很有可能是他一有情人 难怪公主会有意选我当驸马 他就想找个没有背景 不敢纠缠他死了 也不可惜 做他地下情人的挡箭牌 你到底从哪里听说 我是驸马人选 是从下人那听到这事的 大家都在这传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敢乱传皇家的流言蜚语 与此同时 安排传谣言的本人 正悠哉地泡温泉云行 禀报着殿下 您吩咐的事情 已经安排妥当了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说 苍宇是您 轻定的驸马 您真打算指定苍宇 当驸马照顾说 他是愈加厚人 还有利用价值 暂时杀不得 但本宫那夜 已经是谈过他 他不肯为本宫所用 那只要让苍宇 成为重视之地 走投无路 主动投靠本宫二来 他竟敢跟肖无心谋划 不当本宫驸马 本宫偏不如他的意 毕竟这么多年 不想当驸马的公子 不止一两个殿下 何必专门 针对苍宇的公主 呵斥想什么呢 伺候本宫更衣 忽然云醒 盯着公主的脖子 不说话 公主疑惑 你在看什么本宫的脖子 怎么了 打扫的工人 是干什么吃的 连房间有虫子咬人 都不知道 云醒尴尬地说主子 这不是虫鸟 这是今天你被苍宇 用嘴巴做出来的痕迹 俗称吻痕 只是您的衣袍领子高 所以没注意 通常出现这种痕迹 就表示这女子 名花有主了 您可千万别让人看见 听到这公主 暴跳如雷怒吼着 本宫一定要宰了 那只不要脸的野狐狸 梁太师找太后 也有事商议太后 最后还是没出现 结果喝多了 不管了 这闹心的赏花宴 总算结束了 突然带路的公公说 公子请您稍等 有人想见你 前面的公主回头说 苍宇你终于来了 你可知罪 这一回打得苍宇 措手不及 吓得他连连后退一个 没站稳 就亮腔地往后倒去 公主便迅速搂住了他小腰 这气氛都溺出堂了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壁咚强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说好的难得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公主 亲口那样说的 萧大哥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公主说的 与你私下聊的 并没有当众宣告 或者事情有转机 别想那么多 我会照看好你的 唐宇纳闷着 原本赏花会都结束了 太后又临时举办了一场宴会 沧羽只能郁闷地独自喝着闷酒 一旁木琴的小声的 呼唤着沧公主殿下召见你 还轻定 以为下任驸马也属实吗 沧羽反驳着殿下召见我 但并没有轻定过什么 非议皇家传出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请木公子谨言慎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 公主选择你了 我希望你好好带他 沧羽调侃你喜欢公主 木琴吞吞吐吐说着 公主不矫略 我不过是望月者远观而已 果然他暗恋公主 难怪明知有姓名威胁 也要参选驸马 还有公主殿下身上有吻痕 很有可能是他一有情人 难怪公主会有意选我当驸马 他就想找个没有背景 不敢纠缠他死了 也不可惜 做他地下情人的挡箭牌 你到底从哪里听说 我是驸马人选 是从下人那听到这事的 大家都在这传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敢乱传皇家的流言蜚语 与此同时 安排传谣言的本人 正悠哉的泡温泉云行 禀报着殿下 您吩咐的事情 已经安排妥当了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说 苍宇是您 亲定的驸马 您真打算指定苍宇 当驸马照顾说 他是愈加厚人 还有利用价值 暂时杀不得 但本宫那夜 已经是谈过他 他不肯为本宫所用 那只要让苍宇 成为重视之地 走投无路 主动投靠本宫二来 他竟敢跟肖无心谋划 不当本宫驸马 本宫天不如他的意 毕竟这么多年 不想当驸马的公子 不止一两个殿下 何必专门针对苍宇的公主 呵斥想什么呢 伺候本宫更衣 忽然云醒 盯着公主的脖子 不说话 公主疑惑 你在看什么本宫的脖子 怎么了 打扫的工人是干什么吃的 连房间有虫子咬人都不知道 云醒尴尬地说主子 这不是虫鸟 这是今天你被苍宇 用嘴巴做出来的痕迹 俗称吻痕 只是您的衣袍领子高 所以没注意 通常出现这种痕迹 就表示这女子 名花有主了 您可千万别让人看见 梁太师找太后 也有是商议太后 最后还是没出现 结果喝多了 不管了 这闹心的赏花宴 总算结束了 突然带路的公公说 公子请您稍等 有人想见你 前面的公主回头说 苍宇你终于来了 你可知罪 这一会打得苍宇 措手不及 吓得他连连后退一个 没站稳 就踉跌地往后倒去 公主便迅速搂住了他小腰 这气氛都溺出糖了 大家瞧瞧 这两位名义上的大男人 只是摔了一跤 看彼此的眼神都拉出丝了 两个人搂搂抱抱 这气氛都溺出糖了 公主逐渐搂紧他 好奇着这眼狐狸的腰 为什么那么软 一脸错落的苍宇 本能反应地推开他 不带思考 就一个铁头弓 撞向了搂着他的公主 他捂着脸 眼前一黑吃痛地 连连后退眼看公主 亮亮强强 往后倒去 苍宇慌忙地伸出手 大喊殿下 一个不小心 两人就如大家看到 这般暧昧地躺在地上 眼神都可以拉丝了 这气氛 就连平常冷漠无常的公主 也忍不住害羞了起来 苍宇彻底心慌完了 要领盒饭 满门抄斩都不为过 他关心着公主 您没事吧 弄痛你没苍宇看着 被压在身下的公主 这楚楚可怜的模样 好诱人好美啊 这不是惹人犯罪吗 下一秒苍宇 就忍不住伸手想去 抚摸公主的俊脸 被公主一把抓住 怒吼着放肆 你想干什么 苍宇尴尬地解释在下 压着本宫多久才啃起来 反应过来 姿势不雅的苍宇 瞬间跳开十米外 又自我洗脑 开启男女瘦瘦不轻 身为男子这样 压着一个女子 岂不是非公主不娶 殊不知身后的傲娇公主 握紧拳头 埋怨着野狐狸 对本宫退避三射 就这么嫌弃本宫 苍宇你什么意思他 马上变脸 殿下恕罪啊 我马上扶您起来 没有一会 他又和公主保持十米距离 公主质问苍宇本宫 就这么让你厌恶吗 谁承想苍宇扑通一声贵倒 在地可怜兮兮说 殿下恕罪在下 有话想说 殿下我自知出身不佳 也不愿以命为苍家做嫁衣 母亲因我而死我此生 只想在乡下平安度过余生 请公主成全这话 倒是实诚了点 只是这世界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你既然知道 要进人世最后的结局 是听天命那么 就好好地选择要占那片天 占对了 才有得见曙光的时候 若是站错了付出的代价 只怕你承受不起 公主掐着她的下巴 警告着本宫说什么 就是什么本宫要的东西 还从未失守过 苍宇本宫要定你了她 震惊了这殿下 怎么每次逼得我这么紧 就不能放过我们大姐 瞧瞧这两位名义上的大男人 只是摔了一跤 看彼此的眼神 都拉出丝了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也害羞了起来 这模样也太犯规了吧 本以为公主看上了 这驸马是逃不掉 没想到出了宫后 有个意想不到的人在等我 汤公子 梁太师 想见你请随奴才 苍宇不解 自己与梁太师 只在赏花宴上 有过一面之缘 他怎么会私下找我们 刚靠近马车前 就听见梁太师说着 苍公子请上来喝杯茶 梁太师也是直接 这是你奶娘 写给老夫的信里 看了自会明白 苍宇看着信中的 自己是奶娘的 说明 梁太师也是自己人 靠得住苍宇 马上抱拳求助梁太师 你可有办法 让我不当驸马 你是御夫人 拿命保下的御家 最后这点滴血不该 就此断送了 你不必为此忧心 攻读的驸马 并不是他一人能决定的 听梁太师这么说 苍宇乐开花 梁太师可是在太后 和皇帝面前 都说得上话的三朝元宝 梁太师又拿出 怀里的地气说 这是你娘 她小部分陪嫁 如今不归原主 你母亲是御室 唯一的女儿 当年几乎陪嫁了 半个元帅府出去 如今也就剩这些了 梁太师又嘱咐着 从今往后 你我联系 就用这些商铺里的渠道 不要在外人钱走落风生 苍宇心疼地 捧住手里的地气 这笔钱 应该是娘存下的 一部分私房钱 至于嫁状剩下的 应该被苍家摊下了 总有一天 我会让他们全部吐出来 回到府邸 明月就吐槽 难怪公子一回京城 就被盯上 玉家就算早已败亡 但仍有利可图 苍宇回想着 上次那个黑暗妖气的男子 那双冰冷幽暗的眼睛 自己至今都忘不了 玉家虽然败亡这么多年 但是我外祖父的门生 仍在 有人想利用 我这个玉家 仅剩敌血做点文章也不奇怪 虽然不知道 那些在暗处 对我虎视眈眈的人 想做什么 只要我们仔细提防 就不必担心 既然我们现在住在仓府 也该给某些喜欢 暗中害人的畜生一些教训 明月吐槽 想起沐王 那嚣张的模样就来起 苍宇分析着 他不会平白无故 针对我估计和苍宾风 脱不了关系 既然他非要和我过不去 那别怪我了 随后两人就窃窃私语 开始密谋着什么算盘 与此同时 在深宫中的公主 还在看着自己 摸过苍蝇的手 思索着触摸苍蝇的脸时 皮肤如此光洁细腻 没有半点虚发 难道他不是个男人 注意看女主女伴 男装逛花楼 被妖艳美男抓包 追着壁东 女主瞬间被眼前男子的 美貌吸引 忍不住见人就亲 公子咱们都一连三天 来青楼吃饭 你不怕被有心人 抓到把笔 我不搞点动静 他们怎么会出手呢 突然包间内 进来一姑娘 娇嘀嘀嘀地喊着 萧公子原儿敬明一笔 说完就热情地 开始给苍蝇 道酒苍蝇心虚得很 自己用了萧大哥的假名 又提醒着明月 你也喝点吧 随后两人蹲蹲地喝了起来 苍蝇晕乎乎地说着 这梨花酿真上头 才喝几杯 就开始头晕了 明月哐当一声就醉倒 眼看姑娘 要走苍蝇 询问着你去哪里 突然出现的沐王 便说他有他的去处你 也有你的去处 苍蝇调侃着 原来是沐王好些日子 没见您老又憔悴了 难道又放纵过度了 沐王怒骂贱人一会 本王让人 把你舌头割下来 送给公主 我就不明白 你和公主到底有什么 深仇大恨 你不去找他麻烦 找我作甚 本王和明王都身子骨不好 凭什么明王 可以在他的支持下 登基为地 本王却因为 他被逐出皇宫 沦为毫无权力的 并养的王爷 所以 你没本事向公主报复 只能找我泄分 但你杀了我公主 也可以再选别的驸马 沐王信誓旦旦说 不会有别人 你可是公主这些年来 唯一指定的本王 把你舌成泥送他 他一定会痛彻心非仓你 俗悉地说 你就带了四个人 确定可以舌了我本王 让妻女在你酒水下来 要本王一人就能舌了你 不然他反应过来 说你不是中毒了吗 怎么不仅没有晕 还中气十足 现在才发现 沐王也太小看 我们这些行走江湖的人 沐王被吓得连连后退 又喊着来人 给本王砍死这混账结果 回头就看见 带来的手下 已经被明月给解决了 一盏茶后 苍宇吩咐着 明月这里我一个人收拾就成 你去看看 苍定风上钩没 明月走后 就剩下苍宇 在搬动着晕倒的沐王 突然窗户上 就坐着那夜的妖艳男 好奇地问你 这是在做什么呢 吓得苍宇心虚的一批 你怎么来了 谁承想他直接来一个 壁东暧昧地问着 苍二公子 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苍宇是纳闷他们 明明 只见过一次 为什么他就是 给我一种熟悉感 亏心事 那可不比你英魂不散 跟着我 难不成是 你想对我做什么 亏心事话一出 妖艳男就无语言对 苍宇见他越靠越近 就忍不住地闻了起来 他身上的香味 好像也在那里闻过 随后苍宇就情不敬惊地 开始贴近他的脸 还一脸享受地 闻着他身上的味 妖艳男瞬间被他这举动 给整脸红了一把 推开他傲娇说 你贱人就情吗 注意看女主女伴 男装逛花楼 被妖艳美男抓包追着壁东 女主瞬间被眼前男子的美貌 吸引的苍宇 忍不住贱人就情 苍宇吐槽 不是你凑那么近的吗 怎么还到达一把 你自己都压我身上了 还怪我轻浮 他又摆出一副 欠揍的嘴脸说 这位小哥 其实我不讨厌断袖男风 不过今天我有钥匙 也有客人来访 如果你今天来 是为了和我亲热的话 不如改天 你来仓扶到我房中 一叙我肯定让你不许死心 男子后退一步 就目不转睛 看着他苍宇纳闷着 你看什么看 我看你这只眼狐狸 有几副面孔 先是和公主纠缠不清 现在还敢夜访青楼 算尽慕王满门中列的郁佳 竟有你这样的后人 苍宇内心一顿谩骂 我有几副面孔 关你屁事 上次试探我不成 他挑起苍宇下巴 嘲讽着别嘴一眼狐狸 你会有求本座的时候 他又贴近苍宇耳朵 暧昧地说 你我来日方长 苍宇被聊得瞬间脸红心跳 他一个男人 居然这么想 等他反应过来 又气呼呼地大骂 谁和你来日方长 就挥起拳头 男人轻松地抓住他的手腕 你这么爱动手动脚 不会有暴力倾向吧 苍宇咬牙切齿地说 你又不是我夫人 你管我呢 自己竟然无法挣脱 这个人内力深不可测 随后他帅气地跨上窗户 准备潇洒地离开 结果身后传来 苍宇的吐槽声效得那么灿烂 想勾引谁呢 这话噎得他一不小心 脚底打滑地摔了下去 见碍事的人走了 苍宇回头 看着晕倒的沐王 虽然被耽误了点时间 但应该还来得及 没一会明月匆忙进屋 提醒公子 苍定峰带人马上要到这里 苍宇拍拍小手笑着说 贵客终于来了 好戏开场 两人便默默坐回原位等 于而上钩下一秒 房门就被踹开了 苍定峰怒吼 苍宇竟敢瞒着父亲 召激完全不将皇家脸面 和家族融入放在心里 苍宇无奈摆手 我怎么会是召激了 我是硬沐王要约出来喝酒啊 沐王喝醉了 在床上休息 不信你过去看看 沐王与他有仇 怎么会约他喝酒 苍定峰不信邪的主族手下 把门守紧 免得那小子趁机跑 随后他缓缓靠近窗边 苍宇示意着 明月促进民谣的效果 苍定峰恭敬地说 沐王殿下在下苍定峰前来请安 突然身后中毒的手下 提醒世子小心房间的 香薰有福 眼看苍宇靠近自己苍定峰 瞬间慌神怒吼 你想干什么 世子别走啊 来都来了 不看里面有没有沐王吗 我找你干什么 当然是报仇啊 苍宇毫不客气的 一掌把他拍运 明日整个京城都会闹得沸沸扬扬 沐王与苍定峰的断绣之皮 突然门外响起国公爷 就是这里的声音 苍宇震惊 父亲怎么会来这里 注意看女主女伴男装逛花楼 被妖艳美男抓包追着壁东 女主瞬间被眼前男子的 美貌吸引的苍宇 忍不住见人就亲 笑无心好奇 苍宇你怎么那么晚 还约我喝酒 还换了厢房 你又有什么鬼注意 苍宇笑眯眯地说一会 请你看戏 虽然父亲派人来了 但也不影响我的计划 算算时间 他们也该看到那一幕了吧 突然听见隔壁的破门声 苍宇立马站起身说兄长 好戏开场了 我们现在过去正是时候 与此同时 破门而入的两人看到 慕王和苍定峰 衣衫不准无恙 震惊不已 柿子不是让自己抓奸苍宇 怎么自己变成这样了 踩着点来的苍宇 假惺惺惺地说 哎呦 唐叔 你怎么在这呢 明知唐叔是听命父亲来此查看 苍宇还调侃着 莫不是来找我的吧 一旁的苍明宇 礼貌地说 见过肖柿子 见过二哥 苍宇纳闷 他是苍定峰的亲弟弟 但是在苍家 却没什么存在感你 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 苍明月假意地说 我放心不下大哥 正巧父亲派人来找 你们我便跟懒了 苍宇马上无事 他又夸张地喊着 那床上的 不就是大哥和沐王吗 哎呀 原来沐王和大哥有一腿呀 可大哥不是喜欢郡主吗 门口 看热闹的人 笑哈哈地吃着 大瓜贵族子弟 玩的真花柿子和郡主 有婚约还搞鸡 真是奇闻啊 笑无心现在才明白过来 苍宇叫他过来 恐怕也是 给他做个见证 这小子想得真周全 正当唐叔和三公子 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时 突然出现了郡主 嚣张跋扈地喊着 都给我滚开 看着两人这不堪入目的模样 他气得发抖怒吼着 苍定峰 居然背着我在这偷男人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对得起我吗 我要杀了你 随后顺起旁边的酒户菜碟 就对床上昏迷不醒的 两人招呼上了 苍明宇趁机拦住 他热心肠地说 郡主喜怒啊 我送你回府吧 笑无心尴尬地说 你满意了 这下苍家的脸 又变了整个京城 我并不知道 旁观观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计划之外的事 苍宇撇了一眼 苍明宇对郡主的热心肠过头 才反应过来 这老三的手段 可比他那废物哥哥强多了 是他叫郡主来的 借用我设下的陷阱 既让苍定峰身败名裂 也让他失去显赫的未婚妻 请立刻回府国公爷在等营 笑无心担忧地的喊着苍宇 他便说 兄长无需担心 我自有办法应对第二天早晨 云醒提醒的殿下 那日在青楼 其实都是苍宇 设下的圈套 公主悠哉地说着 苍宇那野狐狸 在苍家这狼窝里 一通乱咬 倒是让他硬生生咬出一条活路 真是有趣的很 云醒瞬间储存不够 殿下天天让我盯着苍宇 所以喜欢苍宇是失去的 我该给殿下准备嫁妆 还是聘礼呢 云醒立马客气 CP提醒殿下 今天还要去看苍二公子吗 公主恼火的 说不去那碗野狐狸 居然说我勾引他 封闲神助攻地说 可是属下刚得知 苍二公子似乎病了 公主立马脸上紧张起来 怎么突然病了 今日苍国公给宫里 递来秋寿的名帖 没带上苍宇名字 说他身体不适 等公主思考的时候 他两边开始吐槽 也许装病不见公主 为了避险 说去把苍女召进宫 他不是病了吗 本宫亲自给他治病 想躲开 我们都没有 注意看着男扮女装的公主 得知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为了不当驸马 装病躲着他 便傲娇地亲自检查 男主脸上的过敏症状 这暧昧气氛要犯规啊 殿下微臣 瞧过苍二公子 他只是花粉过敏 并无大碍 一大早听闻御医报备的事情 公主就气呼呼地 好你这个野狐狸 果然在装病 随后公主便立马召见了苍蝇 他跪在地上恭敬地说 草明见过公主殿下 还纳闷 宫里拍御医前脚 来枕之后脚公主就宣罚入宫 公主傲娇地质问 苍蝇听说 你身体不是是怎么回事 谢殿下关心 只是花粉过敏而已 无大碍 苍蝇暗想 本打算撑病不去秋寿 没想到居然派太医给我治 公主命令着 把头抬起来 苍蝇惶恐地说 草明过敏还未消退 如果唐突了殿下 还请见谅 他突然蹲下身 温柔地说这过敏症状 似乎有些严重 随后又情不自禁 伸手去摸他的脸 苍蝇见状 立马闪躲到一边 公主见他巴不得这 躲着自己的举动 瞬间来了脾气 赌气地抓起他的大盘脸 肆意地揪了起来 苍蝇才乖乖认错草明 刚才不懂事 公主又捧着他的脸问 除了脸上发红咳 还有其他症状 苍蝇瞬间进入温柔乡 感受着殿下 冰冰凉凉的手腕 吱吱吱呜地说 还时不时打喷嚏 刚说完就张大嘴巴 对着他准备天女散花 吓得公主一脸错愕 公主毫不犹豫地 伸手捂住了他那 想对着自己打喷嚏的鼻子 这野狐狸 明明身为男子 为什么打喷嚏 都会有女子的娇俏感 苍蝇见他松手 便愧疚地说 不好意思 公主实在没忍住 公主擦着手 还不忘吩咐云醒 取一瓶冷香丸给苍蝇 可别让过敏症状 耽误了参加秋寿 云醒忍不住吃瓜冷香丸 那种好东西 致过敏大才小用 又是看病次药 殿下明明洁癖 还碰苍蝇的枕子 绝对是喜欢他 公主示意苍蝇退下 还不忘提醒驸马人选 很快就能定下来 你拿辆回去就等消息吧 十天后 苍蝇在后院摘着柿子 就听见明月仓促的呼唤声 公子宫里人传来消息 驸马也选定下来了 苍蝇淡定地问选了谁 师母侯爷的嫡幼子 母亲苍蝇 听见驸马师母亲吓得一哆嗦 一下子踩空 就麻溜地从树上掉了下来 苍蝇吃痛地问 怎么突然定了他 不是一直说 驸马是我吗 我都想好了 如果没有退路 就娶了公主 大不了成全公主和他的情夫 自己当着清白绿帽驸马 明月不解地问公子 不用你当驸马还不好吗 苍蝇被一手温的雨色愣住了 自己天天盗着不当驸马 这不是天大的消息 为什么想起公主 那美丽迷人的模样 苍蝇一时眼神黯淡了下来 驸马居然不是自己 虽然娶了公主 也未必是坏事机智的明月追问公子 别告诉我 你喜欢上公主了 苍蝇嘴硬地说 怎么可能又立马转过身 那红扑扑的脸 已经出卖了他 我也是你的公主 也是你的 我怎么可能喜欢女孩子 只是这转折来得太快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苍蝇正琢磨着 也许该找梁太师问问 请您去一趟 苍蝇郁闷着我那便宜的继母 终于忍不住要对我出手了吗 注意看着男扮女装的公主 得知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为了不当驸马 装病躲着她 便傲娇地亲自检查 男主脸上的过敏症状 这暧昧气氛要犯规啊 刚进厅内 苍蝇就询问夫人 叫我来有何事 继母咄咄逼人 原来宫里定的是你来当驸马 但是突然又换了人选 是不是你做了让皇家厌弃的事 苍蝇反驳着您说这话可有点意思 苍家本来就不想沾这浑水 现在不当驸马 等于帮苍家逃过一劫 您倒是新诗问罪来了 继母一脸凶相说 不是因为你动我儿子 就算不喜欢你 我也不会对付你 但如今 你还想从这个漩涡全身而退 你老是没管叫好儿子 他三番四次陷害我这天底下 没有只让人挨打 不让人还手的道理啊 继母又放话 只要我还活着你这辈子 可别想安生 你想不独子 我也理解你想怎么样 我也阻止不了 随后他阴险地笑着秋寿的日子 快到了你的身子好了 就去做好准备吧 苍蝇也没想到 现在这么快就和继母宣战了 看来秋寿必定会发生什么了 几日后 秋寿的第一天夜里 帐篷内下着骑的公主 询问苍蝇来参加秋寿了吗 照够 并抱着 刚才属下看见他和沐家四子 拿着韭菜往山上去了 公主怒骂 真是不长眼的东西 这时候还和沐青一起 就不怕丢了小命 如今沐青成了准驸马 有的是想要他性命的人 苍蝇这蠢货 跟在沐青身边 怎么可能不被波及到 这苍蝇怕是以为自己 已经从驸马的漩涡中脱身 一时间大一属下 这就带人上山找 沐青十有八九 去了望月峰那里 小路崎岖 苍蝇如果遇袭要跑 只能向山下 而去带人 从温泉路往上走就是了 尊命属下告退众人 难免好奇 公主为什么对自己的旗子 这么上心的照顾走后 公主立马推翻棋盘质问 为什么是沐青当了驸马公主 一脸阴沉地看着旁边的两人 是怎么办事的云醒 连忙安抚公主息怒 这次选举驸马是梁太师推翻的 再加上苍国公私下有动作 所以换成了秦家司公 照顾之前查少发验时 梁太师和苍宇间有什么异样 师傅查了 但并没查出什么来 封明补充着 梁太师坚持说不喜欢苍宇 无理粗鄙 还有罪臣之血 不适合当驸马 所以在陛下面前 极力反对发现端倪的公主 下令继续查下去 事情恐怕不是如此简单 包括苍国公他 一贯看不上这个儿子 这次既然舍得 不让他烫这趟浑水 本宫要知道原因 想着圣局在握的公主 突然遇到这些 或是瞬间心情低落 于是便转身准备离开帐篷 准备亲自上身找苍宇 奈何两人怎么阻止公主 都直接无视 想到这里不比宫中 如果真有人有歹意 轻而易举 便能杀人灭口 公主就开始担心起 苍宇这个野狐狸 傲娇公主要生气了 野狐狸想喝酒 来找本宫救世了 非要上赶着 跑去木槿身边送死 就算你苍宇不想活了 也只能死在本宫手里 小编只想说 兄弟你是 公主人家 敢找你喝酒吗 你有想过 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突然出现 骑着白马的王子 来英雄救美吗 你看男扮女装的驸马爷 就有对他 惺惺惺惺的公主 火速来救场 下半夜的望月风山上 一阵阵刺耳群狼的哀嚎声 响遍整个山头 为了保命 苍宇躲在树上 大喊着 有没有人救命啊 这数量 多到惊人的狼群下去 单挑不拖层皮 也是半条命马 就在这危急时刻 苍宇的白马王 骑着马 一提子一只狼 看见来人是公主苍宇 心里一阵感动 没想到第一个来救我的人 居然会是他 公主细心地 挪了一下前面的位置 叫他下来 听到公主的命令 苍宇毫不犹豫地往下跳 等他屁股刚坐到后面时 公主就不乐意了 你怎么坐后面去了 苍宇毫不犹豫 牵过马绳说 殿下冒犯了控马这种事情 应该让男人来 看他 套得那么近公主 瞬间身体 就僵硬了 回想着他那天中了情毒 也是套自己这么近的 欠臭的苍宇见兮兮说 殿下不必这么僵硬的身子 女孩子 偶尔小鸟依人一下 也没什么 不必居于男女大方 我也不会说出去的公主 瞬间来了 脾气说 你给本宫闭嘴 他尴尬地转移话题 公主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公主傲娇地说 本宫来山上赏月 遇到了沐晴 她说 你有危险 苍宇连问沐晴还好吗 你自己还有心思担心 别人狼群都被你引开了 他好的很你们为什么 那么晚还往山上跑 真是嫌不住腿 那不得怪您沐晴得知自己 被选中驸马 觉得对不起 有愧于我他大晚上的 抱着两坛酒来找我说 想请我吃酒 都说整个京城都在传 原本是我当驸马的 结果变成了沐晴 传言我们两人关系 看起来不错 朋友气不可欺听到那些谣言 曼妃他很羞愧 就专门来找我道歉 君子不夺人所好 这件事 是我的错仓公子 要打药骂沐晴都愿受之 沐晴无奈叹了口气 驸马是宫内定的 与你何干 但是满京城都在议论你 是我害你成为众矢之地沐晴 一脸无所谓 他们议论他们 我过我的小日子 不碍事 沐晴瞬间 被他打开心非苍公子心胸广阔 实在叫我佩服 如果你不嫌弃 我愿意与你即为兄弟 互相照应 汤与豪爽的说没问题 我比你年长的以后 就叫我兄长吧 沐晴为人坦诚 我也愿意与他相交 然后我俩来到山上 想边欣赏美景边 把酒帘欢 结果刚上山不久 就遭到狼席 这狼群训练有素 肯定是有人故意为之 那你还不算太傻 公主都这个时候 您还有心思对我 是西域进贡的宝马 两人突围出狼群破变 悠哉的闲聊起来 突然沐晴大惊想起 原来是山顶上的岩石滑落 看来是早有人设下陷阱 等着他们往里跳 快看娇滴滴的公主 被男主一不小心撕烂了衣裳 露出鲜鲜细腰 这男主这猝不及防的举动 可把公主整猛了 沐晴推断着推落滚石的人 压根不在乎狼群的死活 这是惹上了两拨人 公主调侃着 看来想要你这条命的人不守 公主这可不好说 万一是行刺您呢 成功了 您手上的黄成丝 就落入有心人手里 公主咬牙切齿地说 放肆本宫是不是给你脸了 就不怕砍了你的头 你怪小人脸大现在 跑路要紧 不然要被砸成肉饼 您可砍不了我了 随后苍蝇拿过公主手里的鞭子说 这可不是公主殿下应该做的事 您只要拉好缰绳就好 公主看着她的手指发愣 她的手 线长像女子一般 骨骼秀起 但是指腹和掌心都有保险 也不是贵公子的手 真的很奇怪 随后苍蝇 把内力灌输在鞭子上 用力地挥了出去 这一击 直接把滚落下来的巨石 给劈得四分五裂 公主看准时机 就牵动马绳 驱使着破风快跑 两人不愧是狼才女貌男女 搭配干活不论 两人刚脱险严实财 缓过来一回苍蝇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没想到埋伏在此的人 居然还放案间大喊着公主小心 随后苍蝇抱起公主 就一跃而起 要想不被搭成刺猬 只能入水了 公主一下子被她整得不乐意了 她居然像暴女人一样 暴我又娇羞地喊着 你要干嘛放开我 只见苍蝇贼嘻嘻地 笑了笑安慰着公主乖一点 她就扣紧了抱着她的手 羞红脸的公主 这时候还傲娇地喊着你 简直不要脸苍蝇 卖力往胡的方向跑去 我这是顾全大局生死有关之际 女孩子太矫情 就没意思啊 苍蝇又嫌弃地 看了看公主的胸 暗朝自己的身材 都比这硬邦邦的公主好当真 我稀罕占她便宜一样 眼看快到湖边时 苍蝇又细心地问公主会有谁吧 公主一脸震惊她想干什么 虽然被围堵 单凭本宫的这身修为 难道还能被逼跳河妈苍蝇大喊一句 想跳河 便抱着公主一跃而起 往瀑布下跳去 一刻钟后 在湖边两人狼狈地往岸上游去 刚爬上岸的公主 脑袋一片混乱要死 被她发现自己的男儿深刻怎么办 眼看公主放下戒备 往森林处走去 苍蝇就焦急地伸手去拉她的衣服 公主您等一下先观察一番 以免这里也有来不化 刚说完就听见手里的衣裳撕拉一声 居然破了 刚才还毫无反应的公主 现在一脸震惊又娇羞的眼神看着她 苍蝇立马露出一脸花痴样 我喝得喝呢 心里又幻想着 如果把剩下的衣裳给彻底撕碎 她会不会哭出来呢 忍了一路的公主 终于要爆发了 幕后的苍蝇 不用等埋伏了本宫 现在就可以断了 快看只因为男扮女装的公主 刚泡温泉出来 就出水芙蓉 妥妥一大美人 连女扮男装的苍蝇 看了都直喷鼻血 忍不住幻想着美好生活 苍蝇蜷缩在火堆旁埋怨着 要不是我告诉公主 这附近有温泉 没准她来脾气真会嘎了我 都是女人多看她两眼怎么了 她有的我都有 突然公主命令着衣服 烤干了吗 苍蝇心虚的捂住眼睛 干了我放在石头边上 公主我闭着眼睛呢 您可以安心换衣服了 公主看着背对着她的苍蝇 呆头呆脑的样子 倒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换好衣服的公主 招呼着苍蝇 你可以转过来了 刚转过身的苍蝇 看着貌美如花的公主 不经意感慨着 有一说一公主真的是大美人 还情不自禁回忆起 公主衣服被撕烂的时候 那鲜鲜吸腰鼻血 就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公主一脸嫌弃的说 你流鼻血了 苍蝇一脸尴尬的擦着鼻血 我怎么会对女人流鼻血 既然公主泡好了 我也去泡一泡看她 活蹦乱跳的模样 公主忍不住吐槽 看男人也能流鼻血 这也狐狸的脑子 一天天的在想些什么 苍蝇脱下衣服 放在石头上 忍不住嘟囔着 我的衣服也湿透了 但公主可不会这么好心 包烤衣服吧 她一脸享受的说着 果然泡热水澡 才是解疲劳的好法子 忽然间一只大手 拍在苍蝇的肩膀上 条件反射的苍蝇 吓得心惊胆战 一把抓住公主的手 你想干什么 公主淡定的说 看你泡那么久没有反应 怕你淹死 就过来看看 苍蝇顺势把身体 往下前情不自禁的拉紧衣服 暗想她到底看到多少 公主拿出衣服说 帮你烤好衣袍了 叫你没有反应 苍蝇一脸吃惊 何德何能 公主居然给我烤好衣裳 见她还是没有反应 公主又说 你打算捏断本宫的手势吗 苍蝇立马收回手说 男女瘦瘦不轻公主 怎么可以随意触碰男子身体 您不是最忌讳别人碰你 你都把本宫的衣裳撕了 又一路抱着本宫跑 现在说这些未免太晚了吧 是我不对 多谢公主为我烘烤衣裳公主 如今有了驸马 还请快些离开 虽然我们都是女人 但我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和她都是男子 有什么好避讳的 不过难得看到她窘迫的样子 不如逗逗她 我只想说 兄弟你以为她是 男人她以为你是女人 公主蹲下身 挑起她的下巴说 驸马非我所愿之人 我所愿之人 就在眼前 苍蝇一脸震惊她说这些话 难道是在和我告白 与此同时 恶毒郡主吐槽道 唐圣明竟然去救苍蝇了 不过也好让他们都被狼吃了才痛快 唐圣明当初打我的那一鞭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苍蝇一把抓住郡主的手皮笑 若不笑的说什么了 郡主 咱们可什么都不知道 今日来这里 不过是你 带我上温泉一关而已 郡主被吓得心惊胆战 她明明在笑着 我为什么莫名的害怕起来 郡主我侍卫你好公主 如果查出 是你找了西域训受师 往你头上扣个图谋不滚 行刺陛下的罪名 一如反转 本郡主听你的就是了 苍蝇轻扶着她的大脸说 晚晚真怪 就听见木槿亮枪的跑来大喊着 救命啊 郡主苍三公子快通知 雨林卫山上 很多狼苍蝇还在山上 反应过来的木槿 疑惑地问苍三公子 你为什么在摸郡主的脸呢 郡主立马露出阴险的表情 看到不该看的木槿 只能怪你倒霉了 你们见过这么主动 非要追着人家 当他驸马的公主吗 突然的表白 吓得前驸马爷 一个没站稳掉进水里 苍蝇暗想 要不是自己知道 公主有心上人就差点 信了他的表白 苍蝇委婉地说 公主何必这样说的 这么身不由己呢 他淡定地拨开 捏着自己下巴的手 宁可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公主 传闻中 皇帝陛下最宠爱的妹妹 公主瞬间露出伤感的表情 看着远处 这世上最身不由己 就是生在皇家命中不由人 苍蝇一下就看愣神 从未看过公主 这样落寞无奈的样子 明明有心爱之人 却要嫁给木槿 如果他们成婚 就是三个人的悲剧 殿下木槿是个好人 您如果不愿意跟他成婚 为什么不与太后 和陛下说明令则骄傲呢 公主瞥了他一眼 问如果真能改驸马人选 你可愿意成为本宫的 驸马爷突然说出这话 可把刚站起身的苍蝇吓坏了 刚想说不愿意 就被温泉下的石头给划了一下 谁承想重心不稳的苍蝇尖叫一声 就往温泉里道去 反应迅速的公主 立马伸出手抓住苍蝇 一把搂着他的腰 又温柔地说着小心点 整出这闹剧 两人都红着脸 湿透了身子 尴尬地看着对方四目相对下 暧昧气氛飙升 这画面容易让人误会 羞红脸的苍蝇 连忙推开他 就蜷缩在温泉里 多谢公主扶了我一把红透脸的公主 立马转移话题 本宫先去烤火衣服 给你放在石头这里 看着公主转身离开苍蝇 始终都不明白 明明都是女子 为什么自己 却因为这种暧昧接触 而心烦意乱 尤其是他一接触我的时候 那种苏马感真的 难以形容 您还是慎重考虑 我已经告诉过陛下 我出身敏感 实在不想在于朝中有太多牵手 殿下您是个好姑娘 结果话还没有说完 公主瞬间炸毛了 老虎地吼着你 锅躁够了没有 苍蝇一脸委屈自己 到底哪里惹到她了 她无奈地挠了挠脸 懊恼着 我就不应该搭理她 下一秒 公主就指着她 哈哈大笑你手上的脏东西 都弄到脸上了 像是小花猫 殿下要多笑 才是殿下笑起来很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也见不得公主生气 情不自禁想哄她开心 殿下您今日愿意伸出援手 在苍蝇心中 就是朋友 如果有我能做到的事 必定不辜负 所托这世上愿意冒险救我的 真的没几个人 听她这么一说 公主立马来兴致 苍蝇连忙解释 除了当驸马以外 公主傲娇地哼了一声 那本宫就记下你说的话了 我说到做到精力这么多 我和公主 现在也算是朋友了吧 片刻后 云醒带着暗卫 匆匆赶来殿下属下 等人救驾来迟 公主立马便会 雷厉风行地作风 询问着刺客 抓住了梅赵公公 已经派人去追踪了 我们是出来 寻一个踪迹的渡河船只 已经准备好了 苍宇焦急地询问 你们看到穆斯公子了吗 云醒却突然支支吾吾地说 穆斯公子 他下落不明 快看男主刚结议的好兄弟 也是前情敌 被人算计 本心定在树上 而陷入活海 冷艳公主担心 鲁莽男主也葬身活海 便阻止他前去营救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 而不欢而散 主子我们上山时 恰好遇到穆斯公子郡主 和苍三公子 他们三人 执意跟着我们一起救人 没想到刚到山林 就冒出很多黑衣刺客 林子里还起了大火 我们一行人被打散了 只看到郡主和穆斯公 去了一个方向 汤宇一头雾水 所以说 你们也不知道 穆星现在在哪里是吗 只见云形眼神躲闪地 说着我们着急救殿下 并没有留意庞然的行踪 苍宇也只能拜托 如果你们有消息 请立刻告知我 公主突然脸色阴沉地问道 你就这么在乎他吗 我关心他不假 同时也觉得有蹊跷 就算想杀掉驸马 也不至于放火烧山吧 这么大阵仗 用来杀穆琴太大提小做了 用来对付当今圣上 都够了 公主眼神暗沉了下来说 这皇家犹如斗兽场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原本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容易 现在和殿下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这样的日子 殿下一定过得不开心 听他这么一说 公主陷入沉思 人人都觉得 我位高权重千娇万宠 但从未有人 敢对我说 你一定过得不开心 苍宇仿佛拿自己当初寻常挚友了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 喊着苍宇 他马上反应过来 是沐琴的声音 他毫不犹豫 转身想往火海里冲去 沐琴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 公主马上吩咐云醒 快给我拦住他 云醒迅速出现在苍宇身后 把他定住了 苍宇大喊的你放开我 没看见沐琴在火场里骂他 可是沐家敌出四公 云醒别过眼说 这是殿下的吩咐 苍宇不理解 为什么再不去救人来不及了 殿下冷静地说着 因为已经来不及了 云醒之前都发现 沐琴困在火海里 以他的轻功都无法救援 而你只有一身 蛮力你以为你可以做什么 苍宇一脸震惊殿下 原来你早就知道 沐琴被困 却故意让云醒瞒着我 为什么 因为你会像现在一样 做不自量力的云醒 殿下我做蠢事 也是我自己的事 请你立即让云醒 放开我 您不救人 我要救人公主 失望地看着沐琴你 是在责怪本宫 沐婴都要咬碎后槽牙了 我不敢只是想提醒您 他是您的驸马 他是那样地喜欢你 那么纯真坦率的一个人 公主冷漠地说着 他还不是驸马 更何况就算是 又怎么样想当驸马的人 便该知道 可能会有今日下场 京城外年年兴奋 还不能让他清醒了沐婴 还是心寒的书殿下 人人都说 您喜怒无常 能显无情 是如人命草剑 我本不相信 我以为我与殿下 现在是朋友 如今看来是草民妄想了 请您放开我让去救人 公主无奈地说着 本宫是该是人命如草剑的 比如 现在去救你想救的人 你们一起死在烈焰里 用你的愚蠢 去证明你们之间的 异国云天 公主轻拍了一下 他就解开了穴位 沐婴一脸震惊 您居然会武功公主 叹气地说了一声 是只有沐婴 以为他是个弱女子 极力保护他 原来这都是 自己愚蠢的脑骨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先去救沐婴要紧 绝不能让刚认下的兄弟出事 与此同时沐婴 被一把利剑钉在了树上 虚弱地看着大火 开始逐渐地吞噬着 周围的树木 等他陷入绝望的时候 就听见沧婴的呐喊 沐婴也坚持住 我马上来就你 他吃力地睁开眼时 就看见沧婴 扛着一棵大树 在活海里 向他缓缓走来 沐婴被感动的泪流满面 大喊着 够了苍蝇 已经来不及了别过来 我只有一个心愿 希望你可以帮我玩